我们要乱到死去 好 你着急快到了啊 往山路 是那儿吗 如果没错的话 应该就是这儿了 小姨 怎么了你 没怎么 我想进去看看吧 小姨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先在这等我 我先过去问一问 好吗 好 等我啊 小姨 小姨 我们找对了 这真是将军的家 你先别激动 你听我说 这在北京呢 将军府也是军事重地 我师父的战友他在这块战岗 我刚才亮出了我的工作证 又跟门外说了咱们这层关系 他才告诉我的 那你师父的战友呢 太不巧了 刚才战岗的跟我说 他上个月被调回军区了 那你跟他说说 你说我想 我想进去清眼见见将军 进去 小姨 你太天真了 咱们能找到这儿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 你跟他说 我崇拜将军 我仰慕他 我想拜见他不行吗 小姨 你听我跟你说啊 如果咱们没有哪一级组织上的介绍信 少兵肯定不会让咱们进去的 就算是咱们进去了 那将军贴身的警卫 也会把咱们赶出来的 那将军不出门吗 他不上下班吗 小姨 将军出门上下班 那都是坐军车的 你别告诉我 你要为了见尹将军 还要去拦他的军车啊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呢 今天就只能先这样了 要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至少咱们现在知道将军家住哪了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吧 好吗 走吧 再不走咱们就赶不上车了 走吧 一九六一年秋天的傍晚 我终于找到了父亲的居住地 一道大墙 将我们隔在了两个世界里 咫尺天眼的感觉 像一阵秋风袭来 让我浑身都凉透了 我突然觉得 我可能一辈子都很难逾越过那道墙 那座紧闭的大门 将继续封锁着一个关于我身世的 长达二十年的秘密 难道我一直要在这样的迷茫中煎熬吗 叫一声父亲会这么难吗 在那一天之后 许多的黎明和黄昏 我都徘徊在大墙之外 我盼望着 他会从大门里走出来 让我看他一眼 可是 这样的事情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那道大门 仿佛永远紧闭着 偶尔有一两辆轿车进出 很快门又关上了 无论春夏秋冬 摆着同一样的面孔 威严而又冷漠 像我想象中的 父亲的面孔 长达一个小来 还想出现 有需要的 大门 更有一这样的 大门 我都想到 瞑目 大门 带人 我都想到 喂 是夏叔叔家吗 夏大哥 哎呀 你们学校可真够大了 我找了这么半天 麻烦你了 其实我可以坐公共汽车去的 不麻烦 我今天夜班 正好我也想回家看看你 上来吧 坐好了 哎 坐下吧小姨 小姨啊吃桃子 吃吧 哎 对了 小姨啊 刘云石她现在怎么样了 刘叔叔挺好的 她那个县委书记 当的老百姓满意不满意啊 满意 好好好 瑾兰现在怎么样 瑾阿姨挺好的 她在我们那边仙医院当书记 哦 那她身体好吗 肺怎么样了 肺 哦 你可能不知道 战争年代 你仅然阿姨付过伤 一夜肺被子弹打坏了 割掉了 怪不得呢 有时候我看她喘气 又挺费劲的 嗯 哎 吃桃子吃桃子 嗯 啊 对了 这刘云石 现在还爱发脾气啊 反正我没见过刘叔叔发脾气 哦 对对对 你是没看见 你刘叔叔在部队里啊 叫刘大炮 这脾气倔的呀 说火就火 连手掌他都敢顶撞 不过打起仗来啊 那可是一员猛将 经常是自己 端起机关枪就往上冲 他们原朝那会儿啊 他都当上团长了 还领着战事往前跑 这气得首长直发火呀 刘大炮 你要再这么胡闹的话 我把你撤了 让你回家放猪去 可他回答呀 首长啊 我不是放猪的呀 我是呼叫猪的呀 把首长给逗乐了 首长可以开饭了 行行行走吧 走吧 吃饭 吃饭 小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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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姨啊 你一定饿坏了吧 我就这样在夏叔叔家吃完了一顿饭 没有人对我说起父亲 我也没有提过这个话题 我感觉得出来 他们都在有意回避这件事 我能感受到 笼罩在他们家里那个无形的压力 我也明白这压力来自于哪里 我想以后不应该再去打扰他们 这是我自己的事 理应由我自己来解决 我不再寄希望于任何人 也不想给任何人再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怎么了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快到我工厂吧 去你工厂干嘛 我想 我想让你见见我女朋友 你有女朋友了 我有女朋友 夏大哥你是不是误会了 我爸妈一直觉得我没出息 我上大学 工厂当个技术员 还找了一个工人女朋友 他们觉得我特地有下家的脸 其实我跟我父母在一起 时间并不长 当年他们为了取燕安 把我寄养在了一个老乡家里 那时候我才三个月大 三岁那年 我从这个老乡家走丢了 后来就一直过着 沿街乞讨的日子 你看过《三毛流浪记》吗 那就是我真实生活的写照 我就一直像一只小狗一样的活着 直到我十二岁 就是天津解放的第二年 我父母才找到我 当时我被收容在孤儿院里 衣衫蓝绿的 满身都是臭臭 突然有个女人冲过来 一把把我抱着 说让我管她叫妈 我当时吓得差点咬她一口 恨过她们吗 没有 战争年代嘛 我们的父辈都过着 颠沛流离的生活 像我这样的孩子太多太多了 我还算幸运的 还被家里人给找到了 有太多孩子 再找到了 小叶 你怎么了 原来一直以为你们这些干部的孩子 从小肯定过着养正处优的生活 没想到跟我们这些普通家庭的人比起来 好的更无人 算了 不说这个了 可以 下个礼拜天我带你去吃西餐吧 到时候我帮你未来嫂子也叫去 你给我参谋参谋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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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燕燕哪 你歇会儿吧 你看看 这好不容易一个星期天 你回去啊 多帮你妈干干活啊 没事 阿姨 世晨上大学 世君哥又回不来 你身体又不好 我帮你们多干点加入 这是应该的 你看看这多不好意思 没事 刘叔叔 我 我去现外吃饭 你说这 阿姨 我去换盆水 那是世君的房间 都两年多没人住了 不用打扫了 知道了 我去世君的房间 是 你的房间 我去世煮 你能帮你 让你去世 你会吗 你能保定 你能保管 这层生 你看到 我最大的 有这样的事啊 是啊 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说我又不能赶她走吧 我又不能说穿她 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 在你面前是晃来晃去 弄得我们家老刘 一到星期天 就得到县尾食堂去吃饭 你说怎么办 那可怎么办 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啊 说得是啊 真是丑死我了 晓杨 你跟她是邻居 你们家老饶 跟米嫣也他妈王湘兰 又在一个剧团工作 这事我就想求你帮个忙 你去帮我说说 你就跟王湘兰直接说 说我们家侍君啊 不会跟他们家米嫣嫣谈恋爱的 行吗 行 那我们试试看 那就谢谢你啊 王老师 这一日之事终身为父 不是 终身为师 我呢一直啊 把燕燕当成自己的徒弟 就是因为这个 我才怕她落下个病 你是不是耽误她的青春 王老师啊 我这说深了说浅了呢 反正你多担待 我知道 那好吧 没事的 我就先走了 你快坐下 什么事啊 我说姚德文 自从我们做了邻居之后 你好像是第一次上我们家门吧 你这 这 这我 是第一次吗 在剧团里 你也是老躲着我 没有 怎么老躲着你 今天 要不是为了我们米嫣嫣 你还不会来 对不对啊 不可能 我跟你说 我一直把燕燕呢 当成徒弟 再说了 咱们现在已经是同志了 同志就得互相关心 互相爱护 不是 互相关心嘛 是不是 没错啊 哎呀 饶老师啊 总是那么关心别人 哎 你自己过得好不好啊 啊 什么意思 哎呀 我听说 我听说 你和那个人 分开睡的 我 不是 谁在你 你心嚼什么 他就是胡说八道 我这 真可怜 冷卑味的滋味 不好受吧 你这不是在浪费人生吗 这样虚度光阴 你不觉得遗憾啊 啊 饶多文 我跟你说啊 这些滋味 我都懂 饶多文 你要是觉得闷的时候啊 你就过来聊聊 我们家的门啊 永远替你敞开着 真的 我说王老师 你这胡说什么呢 我是结过婚的人了 你 我是有身份的人 这 真是 他晚了 怎么样 是我不好说啊 要不我去吧 我说了 我心里烦着了 我出去走走 你走 吃吧 那个明月不来了 不来了 你亲自跟他说的 真不愧是做政治思想工作了 这种事啊 我还真不好开口 我是让杨虎去帮我说的 你说你 这种事你又去麻花杨虎还是吗 他们是邻居 那燕燕跟小易又是好朋友 我觉得她去说比我更合适 也是啊 说不定杨虎啊 将来就是世君未来的丈母就好了 老刘 我还正想跟你说这事呢 我觉得她这样的出身呢 跟咱们家世君还真不合适 你瞎说什么呀 那她到底是谁的女儿啊 杨虎的女儿 杨虎的女儿 你跟我说什么呀 到现在都不跟我说实话 真担心 你杀套什么心理 孩子们是让他们自己发展去 你呀 你就等着当未来的丈母娘 或者是婆婆啊 小易 嗯 饿了吧 不饿 没事儿 我们再等等吧 你们约的几点 六点 你现在几点了 七点了 我们俩这恋爱谈的呀 总是这么别 怎么了 她把她妈不同意 我们家也反对 他们家觉得我们家门槛太高了 我爸妈呢又嫌她是个工人 她这是跟我欧气呢 她这是跟我欧气呢 你怎么办 咱们还等吗 不等了 不等了就走吧 走哪儿去啊 未来嫂子都不来了 我们在这儿干嘛呀 她不来了 咱俩还不吃饭呢 服务员 菜单给我 今天夏大哥主要是请你 来 想吃什么随便点 这 这都是西餐 我看不懂 你点吧 行 那我来 那你帮我点 我去下洗手间 服务员 去吧 姐姐 你衣服上的小红脸啊 真可爱 这小脸帅的真漂亮 夏大哥 你怎么也在这儿 南风 你怎么也在这儿 不是 我说我来这儿就算了 你一个工农阶级的 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谁家过年还不吃顿饺子 我请一个朋友来打牙剂 那我进去 他 他是你带的 行啊 夏大哥 够仨啊 你够嘴得吐不出象牙来你 那是我一个妹妹 南方来的 在北京上大学 南方来的 那那那跟我有缘啊 小小子 要不然你把案介绍给我 不行了 人家可是有来历的 要不然这样吧 我跟我朋友在楼上吃饭 你们俩待会儿一块儿过来吃 不用了 你们吃你们的 我们就在外面吃 不是 来吧 你听我 行行行 你先上去 我等他回来行吧 上啊 琴琴 郑解放那几个哥们 把我叫过去说他跟我拼酒 我说你看看你那几个俗样 他还跟我用杯的 我说我喝酒 我爸用杯 我想用碗 这么大碗 不吃牛 倒了一碗一口干 你猜他什么反应 什么反应啊 郑解放那个表情啊 他就没差点给我跪下来说 哎呦喂 南方哥 我们服了 我们服了 真的 不骗 郑解放 我们就要把他给择得 添添添的 郑解放这小子 就这么制他就对了 哎呀 哎 邦 又吹上了啊 忘了上个星期我怎么把你喝趴下了 夏大哥 给你们介绍两个朋友 这位 夏大哥 夏金伯 他老爷子 外交不公职 行行行行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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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 这个是南方来的大学生 跟我特别有缘 你叫什么来生 他叫杨小毅 杨小毅 杨小毅 大家说他漂亮不漂亮 漂亮 绝对的漂亮 可以说 赛过白羊 不输上官云珠 我告诉你啊 刚才哥们上厕所的时候 看到他我连尿都忘了撒了 杨风 你喝多了啊 杨风 好 夏大哥 你看不起我酒量啊 不是 来 一口 慢点 来放 你别劝我 我说干了就是干了 来 夏大哥 坐 坐 行行行 来 坐 来 杨小毅 来 杨小毅 坐 你可是贵宾啊 怎么了 不给面子呀 来 来 南方来的大学生 我敬你一杯 走吧 对不起 我不会喝酒 毛主席说过 要知道梨子的味道 就要亲口尝一尝 你可以把这个当做你自己的第一次吗 对 第一次了 这段话 别闹了啊 我说杨小毅啊 你是小城市来的 你可能不知道 跟我吃饭的这帮哥们 都是什么身份 他们家父母都是干嘛的 就说我吧 我要是把我老爷子的名字说出来 能下泥根呢 行了行了 南方 你喝多了啊 走走走 坐下坐下啊 坐下 别闹了 来 小毅 把这酒喝了 南方 别闹了 别 别闹了 快 快 天天也带了 抓 再给我抓 我靠 之前我那几个女朋友哪一个不是这样的 给我两个星期 两个星期我还搞不定她 我靠 我南方两个字倒过来写 别闹了 你给我坐下吧 算了 不够你丢人的 老婆 算了 小女孩你跟她叫什么劲啊 我们喝酒 好啊 来 喝酒 好 兄弟们喝 来 来 靠 干杯 干杯 走 走 走 别走啊 走 走啊 小易 刘老师 你怎么在这儿 那个我约一朋友在这儿吃饭 你也跟朋友在这儿吃饭啊 我先走了 杨小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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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杨小易 我告诉你 杨小易 你今天被我看见了 你就跑不了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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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了 走走走 别闹啊 别闹我了 别闹我了 快 行了 你们不离开了 你们就回宿舍了 好 好 小易 是 吕老师 我们先走了 好 再见 再见 我有事情跟你说 这样去你宿舍吧 要紧是的 走吧 您喝水 吕老师 谢谢 你家乡的那位叔叔 是你什么人呀 怎么了 是这样的 你现在所接触的人呢 就好像说那个夏金博吧 他的父亲呢叫夏中杰 他直接从部队转业以后 就去了外交部 您怎么知道的 这个你就不要管了 我就是想知道 你是通过什么样的关系 认识的他呀 没关系 不想说就算了 那这样 咱们聊一聊 那天你在那家西滩亭 遇见的那伙人吧 你知道 你知道 那天那个喝醉的男孩是谁吗 不知道 就觉得他是个 被教官坏了的干部子弟 要是不来北京 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人呢 他的名字呢 叫做南方 他今年刚刚二十岁 但他已经是北京大学的 预设生了 怪不得 他怎么姓那么奇怪的姓 据我调查的结果呢 他不姓南 而且 与好些大院子女一样 他们既不随父亲的姓 也不随母亲的姓 这应该是 当时在战争年代 很多人颠沛流离 为了保密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们才改的姓名 就他那样 还战争年代出来的孩子呢 完全就是个顽固子弟啊 那 你想知道这个顽固子弟 是谁的后代吗 不知道 也没兴趣 再也不想看见这个人 那如果他是你 朝思暮想的一个大人物的后代呢 就说我吧 我要是把我老爷子的名字说出来 能吓你一跳 他 他的父亲就是 大名鼎鼎的尹泽贵将军 他应该姓名 叫尹文彤 好了 我把我了解的情况 全都告诉你 你那么想见尹将军 而且现在你有幸 见到他的儿子 怎么样 你会不会感觉 会失望 我 我想告诉你的是 你看夏金波他貌似憨厚 但是你想要他常年 跟这样的一群人混在一起 是不是 没事 你呀 自己多把握把握 好 吕老师告诉我的真相 太让我感到意外了 我居然在那样的场合 邂逅了我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现在甚至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了 印象中 他飞扬跋扈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一脸不屑 满嘴酒气 在我的人生字典里 那样的男孩 那样的做派 就应该叫做流氓习气 这根本不是新中国青年的形象 他与我心目中的尹泽贵将军 相趋深远 来啦 红烧鱼 景叔姐我跟你说啊 这是昨天晚上我钓的 叫我饶老师你太能干了 来来来你辛苦了 今天多喝点啊 我不能喝酒 杨太太不让我喝酒 今天不听他的 听大姐的 喝喝喝 你说这市街还没回来呀 是不是火车晚点了啊 菜都好了 来来来 咱们边吃边走啊 好 那个第一杯酒啊 庆祝咱们国家度过艰难时期 修正主页也压不化我 来 干活 来来来 别不等我啊 师兄啊 阿姨可回来了 爸 爸 快点快点 家阿姨也很好吃 去去去去去 快点 火车晚点吧 车上遇到一个忙人老大爷 顺道送他回去了 陈姐也是军属 儿子是当兵的 快点啊 别客气了 等我师兄 都当连长了 师兄在部队进步真快啊 师兄 过两年就二十五了吧 该考虑个人问题了 说实话 我在部队还真给小姨写过信 但是她说不太想谈恋爱 还说 终身不嫁什么的 你看这小姨这理由找的 你要说是怕耽误学业吧 这还有情可说 哪有说自己终身不嫁的呀 杨虎 这你就得批评批评她啊 妈 靳主席 这个小姨啊 过年过节都没回来 他们就靠通信来交流思想 这杨虎哪舍得批评她呀 哪也能批评 吃吧吃吧 你这菜做得还真不错 是是是 来来来大家吃大家吃 我跟你们说啊 我这个人呢可是一个全能型的服务员 您看您呢是为全县人民服务 我呢就为杨虎一个人服务 来 妈 那个 张阿姨 老老师 好久不见 敬你们一杯 好 爸 妈 一起吧 好 来 来 来 杨虎啊 别嫌我喝了几杯酒多嘴啊 小艺啊 之所以有这种想法 哼哼 跟缘就在你 好了好了 我喝多了不说了 行了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中瓜多瓜 中道多道 你的情况 小艺是从小看到大 他一直认为你这个当妈妈的就不幸啊 之所以他现在才说这种 你以为他说这种话是闹着她的 他是地里在说话 说到底 他是对婚姻没有信心 你看 放寒假过年他都不回家 这接缝四连都看在眼里了 难怪王湘岚说那些话呀 说到底 小艺啊还是嫌弃我这个继父王 哼 他觉得我配不上你 像咱们这混结呢 行了 不说了 走吧 回家 嗯 小艺 今天世君探亲回家 妈妈听她说起 你对爱情的想法 妈妈 妈妈觉得 你错误地理解了 无产阶级的爱情观和婚姻观 同学 同学 有杨小艺的信吗 有 好 这样 你把她交给我 我正好要去看她 我帮你把她送过去 好吗 行 谢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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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